第四節,向左謀節目時間 剛才詹彭第三節中間 其實都提過上星期 余真辯 詹彭的說法是朝野辯論 其實就是明修斬道 明修斬道 暗造陳倉 故事來源又是怎樣 明修斬道就是講兵法 在斬道,我忘記是寶雞還是什麼 四川 斬道就是在山上,斬者就是板 用木造的板來鋪 斬道是天險 斬道壞了就過不了 他明修斬道 明修斬道 明修斬道 就是明修斬道 用板做的山路 要緊接著在那裏過 其實在另一邊就暗道 去到陳倉那裏就攻別人 現在為什麼我會用這個故事呢 第一就是大家要留心 五一六之後 政府就攻擊這個 五區公投運動 說17點是最低投票率 可以不理 嘲笑我們 我們那邊 以我,我就很清楚 我就說不要說這麼多 50萬人投票了 我有mandy,你沒有 我是連續四天這樣做的 第一天 就是現場即刻播放 5月17日早上的零時 接著9點多 我去Now的電視台 我當面問馮偉華 我說你打不打算收回 和中共的秘密談判 因為你今天已經沒有授權了 誰授權你呢? 我有50萬人授權 我代表那50萬人叫你停止 他答不了 他說我們已經決定了 那你決定了就是 那你和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你決定了就是 你要講道理嘛 第一天 第二天我上港台鄧小華的節目再講 第三天在宣誓的時候 曾鈺誠看著我大聲在喊這件事 他制止我,我照樣講 這個報紙出來了 第四天我繼續講 第五天就出現了御州面 我不是說我有功勞 也不是說我是好成的 但問題就是 已經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就是五歸公投 無論成敗也好 成敗也好 成敗也好 這個叫容忠之餃 在不厲害之中是最厲害的 因為你沒有授權 所以無論是政府 還是跟共產黨在丟緊的民主黨 都沒有授權 那張壬權就立即說是辯論 那辯論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將所有的爭論變成原念 因為大家都覺得 如爭辯之後 如果如若未大勝的話 那就是我贏了 再贏一仗 是吧? 所有的事情都變成原念了 是吧? 到底會不會再問他有沒有manda 因為大家假設 我們可能會贏多些manda 或者曾蔭權是反敗為勝 辯論贏了 他會拿回manda 6月17日之前就變成這樣 而暗道陳昌就是 民主黨6月8日簽了這份 再繼續跟共產黨這個秘密談判 直到6月17日那天贏了 余若未大家高興 余若未做了一天的英雄 接著禮拜六 民主黨已經說 我有機會 我會 就是6月18日 民主黨就坐了出來 和普選聯 因為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要和阿蕭做節目 阿蕭就大罵 他們說 如果你答應我區議方 我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說是不是有一個配合 17日 將我們的原念 踢走了 大家以為你輸了 那民主黨一定是被迫要投反對政府的票 其實沒錯 吳三說 如果曾蔭權輸了 余若未再贏 我們manda又贏了他 我們變力又贏了他 應該如無意外 是應該反對政府 但是大家忘記了 邏輯上有一樣東西 就是說不要A可以有B 是不是 如果大陸在說不要A 那民主黨就說 我一定不會給你A 你A給我不要 我給你B 你給我B 你給我B 給我和你丟 那麼民主黨的介入設任 很清楚 就是說 將五一六公投的mandaat 整個月變成了原念 到最近六二三的時候 還有幾天 他突然拿出來說 整個是戲劇性的轉變 如爭辯如若未贏了 所謂贏了之後 曾蔭權出來說話 說到亂了 他老婆說他不像南韓都不及 其實曾蔭權已經輸了一口氣 第一 我已經做了事情 中央看到了 我戰屍底 我出來在這裡起鬧起鬧 全部做的事情起鬧 以至到余爭辯 是一個令大家產生原念 和令到大家消消氣的活動 如果他可以 我們就麻煩 我們不行 我們都是追擊他 OK 草船遮箭 故事就是孔明那個 寫了箭給他 民主當中算不可以了 6月17號 輸了 6月18號 阿曾最壞的時候 他突然說 特首你不行了 不如我給你新方案 天意無逢 是不是天意無逢 大家都認為張用權那個不能接受 他找到我可以 我現在預備了一個方案 簡直是一場公廷政變 這個真是 是啊 很短的 18號出來 頭懷送抱 自我獻身 或賣身契 為什麼呢 胡鴻也說過 你們不可以 胡鴻當然很醜 就說 你不如起步 起鬧吧 但他經常說過一句 我記得 就是說 你不要隨便開條件 開條件會反制你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所謂任何規定 都是否定的 你任何規定了一件事的時候 就否定了另一半 現在就是任何否定都是規定 變成了 你否定別人 你拿了一個規定出來 你就否定回去 你最基本的立場 是不是 好了 民主黨拿出來 在18號做賣賣 19號 19號就是那幫人 海鮮演 20號就是民主黨出來做多場 21號阿珍決定接受 我想請問 民主黨怎會知道6月21號要開會 那麽準 是不是 很簡單 只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夾定 第二就是 民主黨在 6月18號那一天 給一個最後的談判條件的時候 是跟參與權說了 你就是6月21號 我定了會期 就是ultimatum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6月21號 他公佈了 要是就 一早夾定就更恐怖 如果不是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如果不是6月21號就沒有意思 很簡單 就是說 實際上 民主黨 如果他不是有陰謀 就是不是有預謀的 就是說 在6月18號 看到曾蔭權辯論輸了 不能夠 曾蔭權沒有可能說服到香港人接受他的方案 是3天的事 是3天的事 6月18號 是晚上出來的 即是6月19號 6月19號 是人家遊行的 人家遊行 就變了幫他做勢 是不是 那幫建制派都幫他做勢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一個不能通過的方案 和一個有可能通過的方案 你說是否代入內袋 到20號 他們自己遊行 到21號 曾宣布 到21號 昨天晚上抗議 那時候 就是他們 將一個黨的命運 當民主運動的命運 由3天之外解決了 老實說 李宣炳說 你再給兩個禮拜都不行 不行 因為已經丟了 有什麼可能 我們告訴 我經常跟民主黨自己 劉慧卿經常說 你有沒有搞錯這些 拿來 不夠7天我們不會討論你的 不過 你問劉慧卿的臉放在哪裏 你不是告訴我 你早就知道 如果不是的時候 3天哪裏夠 你經常罵 他是財委會的主席 他就說 你那些事情不夠 我不跟到情緒 我不討論 阿哥 你以為是什麼人 在搞什麼 所以那個明修 明修贊道 暗渡陳倉 就說了 就是說 將所有有關manda的問題 有沒有授權 可以繼續談判 以至到 對這個政府的憎恨 全部放在那裏 一個月任你搞 突然間民主黨出來 做一個投壞送譜的動作 對面自乾的動作 就搞定了 因為 所有人都說 阿曾那個不行了 特首這麼差 特首提出的方案這麼差 我們不可以接受 那時候就有人說 我都說 刑民不應該接受 我有這樣的方案 大家接不接受 是不是 你們那邊應不答應 我們那邊 我負責幫你背書 就這麼簡單 其實背書的威力 都不是背書 就是他有狗票 用票數 拿出霸權 然後為對方背書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了 那關於民主黨本身 整個政改的角色 我們待會繼續討論 待會見